全方位 零死角 托德高清 今日嘉賓是 淨水公司總裁 Michael Chiu 今日繼續跟Michael聊天 我覺得你很聰明 你去做那門生意 你就要鑽研那門生意 那個專業的知識 因為你做淨水機 所以你就考了一個 認可水質專家的牌照 但是很奇怪 你過五關斬六將之後 這麼辛苦 這麼大壓力去考這幾個試 但是之後你又跑去考另一個試 就是考一個空氣環保師的牌照 又要考試 為什麼你無端端又拿虎尼辛 又去考試 考上癮 其實真的有點考上癮 是嗎 不是吧 為什麼呢 我水的牌照 其實就是我曾經問過那邊的考牌官 我已經考到六級 其實我從2001年開始考 2004年已經考完了 即六級考完了 我問他有沒有人這麼快考完 從來沒試過全球 沒有一個人在三年之內考完六級 對呀 你真的很快 可能我心急 我個人也挺心急 是 性格 後來我回來考一個人 反正都考了 我想一下有什麼可以再考呢 我再想一下原來 我發覺人生在世上 其實空氣和水是相關的 還有食物 其實食物我沒有控制 因為我又開不了超級市場 又開不了其他 又不可以養牛 又不可以養羊 空氣可以控制一下 自己控制到 後來我就想一下 看看空氣機有什麼可以做 開始就 開發另一個市場 就像一個配套一樣 水 就是我們是飲用的 而空氣 每一秒其實我都是在呼吸著 整個配套好像很完整 是的 於是你就開始鑽研一下這件事 你最初在哪裡開始鑽研呢 開始上網看 現在網看了 上網看 真的有得做 因為原來我們人的呼吸很重要 尤其是空氣上的叫做 空氣體質 浮油粒子 越多的話 對人體的身體影響很大 尤其是現在加拿大 雖然地大 其實有汽車多 樹木花草也多 其實為什麼那麼多人有敏感症 就是因為他們吸得太多這些 發菌 浮油粒子 還有為什麼人生病呢 其實也是關於浮油粒子的事 研究出來之後 後來我就突然 反正都是 試試看有沒有這些排考 原來真的被我找到原來有排考 所以我就馬上去讀 又去哪裡讀 又去美國讀 又去美國讀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美國出來的 那這個有讀幾年呢 這個就快 這個讀了大約是三個月 因為我可能有個底 考水反而辛苦 因為以前我的藥物全部都是肥佬的 讀書時 所以我讀很多藥物的東西 所以我根本就要重新讀過 譬如歐松 歐松 歐松 我不懂的那些東西 什麼藥物的組合 包括你空氣裏面有很多藥物的東西 我都要重新讀過的 但在水那邊考的時候 已經讀過大部分的東西 所以 就會較為容易一些 就好像有個底 然後就再advance 加些東西下去 對 那挺好 那我就去美國考 這個就有open book 即是打開本書來打開 本書有多厚 你猜有多厚 香港的電話簿有多厚 香港的電話簿現在比以前薄了很多 我想是串領 串領 我想大約是三個電話簿 那本書 即是三至四吋 三至四吋 其實那裏有幾千頁 你要揭 open book 其實也不夠時間揭 我揭完一次也不夠了 你試過考open book的試嗎 我還沒 我第一次考 又是第一次考open book 基本上是很難的 你揭不及了 真的揭不及了 你三個小時考試 考你三個小時 基本上一題題目 最多給你兩分鐘 兩至三分鐘 給你揭 那浪費了 要記的 因為太難了 所以給你open book 其實也挺辛苦 你與此同時 這邊考牌 那一陣子已經在搜尋一些 空氣機 空氣機 你考了牌之後 你一定會做 立刻做 一定會做 100% full spring 做完 那我就開始選擇 選空氣機 初初選一些 較為primitive 較為初級 我選擇一些 較為好小小的機器 所以我每一件事 包括空氣和水機 我每一件事 我都自己試過 我才開箱到市場 要過到自己的關 其實你在這幾年裏面 又要讀書 又要管理你的生意 你亦有你的家庭 你有沒有說 我將牌位先排一排 考試排第一 然後生意就家庭 還是會怎樣 其實那時候 考試第二 生意第一 生意第一 家庭最尾 沒辦法 那時候還年輕 始終要有事業先 因為我根本要擔心油家 從頭起過 從香港來 不是以前香港那麼有錢 是很辛苦 每一分每一毫 都是 那當然是事業先 搞定了事業先 不過我都可以的 Touch with 頭的十年開始 我都開始慢慢慢慢 生意幾好 可能拜託你們的廣告 我只是想問 你何時開始賣廣告 我是在2003年開始 即是你開始了生意之後 考了排第三級 就開始上年了 開始賣廣告 所有事情都是一帆風順 是否這樣說 都算是順利 我們覺得在電台 電視業 幫到不少 起碼名字開始出來了 多人認識了 還有我有時候去一些 講座在外面 例如那些 専尼庫 那些什麼 老人宿舍 老人宿舍 或者是 療養院 一些西人療養院 有時候去一些 community 那是可以的 很多報紙都有訪問一下 廣告 廣告 我也有去參加 那開始的exposure 大了 其實這個社區 你慢慢建立你的知名度 而你的產品 又可以的話 那生意就會穩固下來 因為你的Data Base 開始大了 那你會不會又想 我又要發出一些新的東西 現在的精力開始老了 現在最重要是健康 其實真正來說 如果你叫我考試 以前的試 根本沒有可能考到 你覺得自己想退下來了 對於考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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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生意都開始有一點 想給下一代 或者之類的 其實你知道嗎 我現在正在做第二代 即那些客人 我希望做第三代 如果我有這麼長命的話 可以的 可以的 因為你都注重健康 是啊 希望啦 其他事情都有 大部分的事情 都開始慢慢回到香港的Stage 但是呢 希望健康方面保持得好些 希望 有幫助人 健康方面 好 其實跟你談了那麼久 都開始了解 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即你除了做生意 是快狠準之外 你本身是比較性急 也是一個很有邏輯 很有條理的一個人 但是 講了那麼久 都是講你自己的工作 或者你的生意 反而你真是小提你的家 你剛才都說 如果你說生意 考試 當時家庭 那你家庭只能夠放第三位 那究竟你和你家人的關係是怎樣 或者你的小朋友 你都沒有那麼多時間 回到他身上 你自己有什麼感覺呢 唯一我 regret 就是我女兒 在他成熟的時間 比如從六歲開始的時候 到十幾歲 最開心 最好玩的那段時間 我就跟他在一起 這件事我 regret 我相信是 但是這一集時間又到 下一集 不如我們也講一下 你自己的感情世界 起底 家人的感情世界 你放心 你是第一個和我起底 行不行 OK 沒問題 謝謝你